同情同仲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 各位民众 沪中东 郝专林 王如璇 今天下午 继谢慧珍 进了北检之后 今天王如璇进入了北检 接受约寻 他的身份有两个 一个是原告 一个是被告 如果是被告的话 至少有五项罪名 有可能在这边侦查 第一个就是内线交易 第二个人头买卖 第三个有没有讨论税的问题 第四个有没有在必锁期间就做买卖 第五个资金来源 任何一项如果都出问题的话 要求吃不了兜着走 这个对于主力人或者国民党 整个的选情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续影响 另外主力人或者国民党这边 继续再去咬蔡英文或者他的家族 说他们是草地的家族 有没有笑 有没有用 能不能扳回一层 让我们一起来跟各位介绍 亲爱的朋友 各位来宾 各位知识媒体的王水定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各位来国民党文重委副主委 李明璇 大家好 民进党前发言人薛家青 大家晚安 自身媒体人我们的康仁俊 老师好 大家晚安 网络观察家朱学腾 各位大家好 好 王如璇他今天去了北检 北检并不是没有办过类似炒房的经验的 我们来看一下 打从参选就爆出军宅争议的王如璇 不满立委端一康说他买卖军宅19户 怒告家众诽谤 首度以告诉人身份来到地检署 应讯一呆三个小时 有些话不吐不快 社会各界有一些不同的批评跟指教 其实能够虚心受教的 然后能够改善的我都愿意来做 那的确有一些东西对我个人 对我的家人其实都造成了一些伤害 譬如说会认为我们是不是利用权势 然后是不是走后门 是不是违法等等 所以也希望能够司法还我清白 王如璇坦言 北检走一遭交代清楚 感觉如释重负 但军宅风波他不只告人 也挨告诈欺 未造文书与逃漏税 为厘清军宅买卖过程 北检先一步证讯关键防众谢慧珍 外传也列出五大侦办方向 包括买入军宅是否有内线 有没有涉及人通买卖 另外要查财产申报是否依法缴税 还有金元从何而来 其他也包括军宅五年闭所期 是否从事违法买卖 王如璇试图以送指棒一次说清楚 连线前承诺要捐出的千万投资所得 也在接受传唤后一并公开捐款流向 捐款的部分总共1380万 然后总共分捐给43个团体 那其实花了一段时间做整理 那今天我已经把整个捐款的名单 公布出来 我一定会在选前完成所有的捐款的流程 强调不是拖延不捐 而是整理需要时间 王如璇司法站有备而来 不甘沦为挨打的份 好各位评论先传唤了这个谢卉生 接下来就王如璇 不管是内线或者人头或者逃漏税 或者避锁期所有这些水调 北柬如果完真的会完出什么样子的结果 北柬今天传王如璇最主要目的是 王如璇跟这个控告段银康委员 有关于毁谤 加重毁谤的部分 这个罪名 那么当然简单官要了解的就是说 到底两兆之间王如璇指控段银康跟段银康 出来开记者会指控19户之间 有什么这个圣公有落差 没有有没有恶意的问题 这个有关于毁谤的罪的这个问题的调查 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其实昨天就传了一波 昨天传了一波是把王如璇当作 等于说被指控的被告的一波 是什么呢 是有关于诈欺跟伪造文书的部分 那昨天是因为双方当事人都请假 很可能到下礼拜才会重新再传唤 重新再出庭 那刚刚讲的五大方向 事实上这件案子端是检察官 要不要认真深度的去办 如果去办的话 很可能会办出一个 这个惊天动地的一个大事情 为什么 因为国防部我们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之前 任俊已经提过很多次 之前旧的这个等于说军舰的改建条例 跟这个修正后的改建条例 所谓五年必锁期 不得出租 这个必锁期改建期间不可以出租之类的 问题啊 可是国防部到现在呢 一户都没有查到 也就是你要去阮盟国防部去查军舰改建买卖 对不对 都没可能的 所以今天传了谢慧珍 包括谢慧珍在内的其他的集团的分子 我们告诉各位 我有看到一个这个新闻界的媒体人 他公开在自己的领书上说 这不是啊 买卖军舰大家都这样买卖啊 然后大家都这个你到处去看啊 很多地方 他们在抽签的时候就很多人穿梭其中 还有仲介公司这样弄啊 你错了 谢慧珍是什么出身 他是不是军服处出身 那两个之间的这个出身 然后呢 除此之外 还不要忘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 包括媒体所登出来的一个 以我们台湾炒房最有名的 永哥集团为例 为什么呢 永哥集团啊 他是台湾四大炒房 这个集团其中一个 他在八年之内炒了一千九百一十九间的房间房子 然后利用了五十八个所谓的亲友当作人头 然后总金额两百六十几亿 逃漏税二十几亿 最后呢 检察官去办了以后呢 从上万笔的土地交易 终于把它办成功了 最后包括单单补税的部分 先让永哥吐一亿出来以后 再用违反各式各样的这个 等于说法条啊 把它起诉就对了啊 从永哥的案子就可以告诉我们 单纯的一般性的炒房 就可以这样办了 何况是军宅 而军宅 你要问国防部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国防部一件都没有查嘛 不知道是没有认真查 还是怎么样 可是你要知道哦 王如璇或许自认为说 我跟他买款你 所以我不是所谓的这个 我没有违法嘛 我完全合法 可你不要忘记啊 请问你如何去买权利 请问你如何知道 在避锁其之内的 这个房屋的买卖 这些资讯是哪里来 包括是不是从谢贵真来 还是从什么地方来 从哪里来 你知道这些内线的消息来源 不能忘记哦 这些来源很可能触犯到 所谓的内线交易 包括所谓的泄密罪 如果是从国防部的 承办人员这边来 如果拿了好处 哪怕是拿了人家一块钱 吃了一碗面 你都有贪污的可能性 所以我说 检察官要不要办 端视检察官要不要认真的办 办了以后呢 各位很可能后面 还有这些日子以来 到现在都精深不敢谈这件事情 不敢批评这些事情呢 很多将官搞不好 也会卷身卷入在这个案子里面呢 所以今天这个王陆军出来 当然他还是很镇定的样子 他就说我一切守法 我没有违法 态度跟基本上是以前一样的 除了刑法或者是一些犯罪的问题以外 今天有一个讯息出来 这个讯息就是给各位看一下 这些立委候选人 求选这一点书来的披露的 在这一篇论文 这什么论文呢 这个是王陆璇2005年 在中国人民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 在博士论文里面我们看一下 有关于军人之军载配授权 王陆璇里面特别去写到 怎么写呢 我们看一下 依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规定 军人符合一定资格的享有 这个政府依该条例所经建之住宅 即由政府给予这个补助购助款 权益就是给你贷款给你 或者给你补助 军人及配偶均死亡者 由其子女来承计 军人的死亡者由配偶优先 来承受其权益 军人跟配偶 尤其子女来承受其权益 于军这个于是其余的 于军不得承受其权益 也就是说 王如玄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除了违不违法的问题 明显 王如玄其实他早就知道 这些所谓的军宅 一个是给军人 军人死亡以后 给他配偶 配偶死亡以后 给他的子女 其他人均不得去承受这些权益 所以如果王如玄今天说 我又没有反叛 但是除了那些问题以外 这些还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 要怎么来解释 对啊 像老师你说的嘛 你说的那些 佛斯论文那些涉及的是道德层次 民众资罢的职业 包括内线交易 那属于 有没有企业老农民 那就是属于法律层次的嘛 所以王如玄今天 他以法院去被约谈的时候 这个案已经到北检去处理了 他就告 他跟他告 民众跟他告 这个案已经接受调查 我觉得道德层面 那时候在选票上 政治上有影响到 国民众就相对了 这就相对了 层次上有相对 你法律面 现在法律面不是你说我对 我说不对 所以他在法庭上说清楚嘛 到底法律上的是非白 是非黑白 到底有没有逾越那条法律的界线 那就由北检来处理嘛 不过我觉得除了道德和法律 这两条界线之外 王如玄制造 有一个态度 他要讲得非常清楚了 他一开始确实危机处理不是很好 他一开始确实出来讲说 只有他是守法的人 我觉得一开始是不对 因为君子还延烧了一个多月 快一个月啦 然后后来过程中 他也道歉了嘛 道歉好几次了 我觉得今天法庭上 他讲的应该也是在这层次底下 也是在道歉了 也是觉得说对社会有造成困扰 他有道歉了 第二个他也捐款了 今天也是公布那些明细嘛 所以一千三百多万也公布了 这一些当然也不用说质疑他的诚意啦 因为社会上这三十天一定会持续很严格监督他啦 我觉得这是背不去 撑不去啦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啦 所以你在打他诚信 我觉得说也没有必要了啦 我觉得说 所以至少说 至少法院已经开始申办了 国民党立场希望速审速决啦 速审速办 看能不能在投票前 把这件事情能不能完成 至少在法律上 把它理清楚 到底有没有余悦法律那条界线 即使在投票日 明年一月十六号没有办出来 也希望可以在选后 把这个事情 把他那个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啦 那至于说在政治上的冲击 这对国民党是怎样相对啊 整个事情当然是有政治上的影响嘛 王儒学原本国民党找他啦 因为他是无党节嘛 希望在部运人权才有加分 那现在正面形象 这都完全被极小化嘛 反而把他炒作军材这个把他极大化 所以减分的就扩大嘛 反而能加分的就不见了嘛 所以造成的影响一阵一步 反而他的特色就不见了嘛 只有凸显到他的缺点 所以对国民党是有造成冲击啦 所以选记来说最后三十天二十九天 如果军杂案继续再炒下去 到底他冲击有多小 虽然各种民调看起来的话 他的冲击已经逐渐淡化 可是伤害其实还在啦 所以官司持续进行的话 包括陆续 接下来有在约谈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在选前 速审速决的话 对国民党终究是一个疙瘩 一个包袱 是 我们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 我们再强调一下 这个是一个土地顶头的问题 他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 在这儿他的博士论目的时候 他其实都知道这件事 这都是一切就是给军人 给军眷 包括太太或者是他们的小孩 他已经知道了 那更何况 今天一提到这勇哥 这个任俊 现在勇哥刑法事件 还有你本来就已经知道 这一切都是不应该做的 这是怎么想说 因为现在案子已经在司法 所以我不想说什么 他什么司法上面无罪 然后只诉诸于道德标准 因为事实上我不认为 这整件事情是一个道德标准 就可以结束的问题 因为你确实是有一个法令的规范 在那个地方 您刚提到说 王如璇在写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这个是国民党徐晓星 他所发 所在自己脸书上面贴出来 王如璇去帮人家做这个房地 买卖的这个契约书 里面去帮他做这个所谓 背书或见证人的时候 这上面更清楚 就明白的写说 这个房子其实就是在五年 必锁期之内呢 不得去出售 然后出点赠与货交换 连这个名文都写在上面 你当一个律师看到这个条文 就跟你说 你这个房子现在做这个事情 基本上是跟规定不符的 我先不要讲违法好了 跟规定不符 我一个律师看到这个 我还坚持说 沒關係啦 我来帮你做见证 你告诉我说 他在道德层面上面 我真的觉得太low了 你知道吗 那这个条文上面写的是什么 所以我今天不去质疑王如璇了 因为其实王如璇 这个人的天平 大概就在这个地方了啦 国民党为了要帮王如璇辩护 现在讲到说 他这个 他绝对是伤害到选情 你如果是只为了选举 你做出任何的辩解 我也不觉得怎么样 因为其实你是为了要选举 要拿到选票而已嘛 可是我觉得大家会在乎的是什么 就像刚成如瑞德哥 刚刚所讲的 这个事情 现在还有很多人眼睁睁的在看 国安部 你现在在这个案子里面 你一句话都不讲 那你真的把这些规定 当然你自己都不要了 更不要讲说人家打他们的脸 今天国民党讲说 赶快在选举之前 把这个东西 我讲实话 你自己想到你自己而已 你如果是村子牌的人 就说奇怪 你如果真正俗话 这样跑下去 大家都没事情 都没说什么 我五年没买 我就要这样傻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 就是说 在这整件事情上面 王如璇一直强调自己合法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看的是一个态度 我某种程度 赞成刚刚明贤所讲的 王如璇 他第一时间没有处理好 但只有第一时间 没有处理好的这件事情而已 可以吗 王如璇你今天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你没有卡国家的油吗 我讲难听点 世贸新城 那个房子根本都没有过户 都还在国家 起造人的名字下面 你就给人家拿去出租 那已经不是道德 标准的问题了吧 你今天去收租水 做租老闆 那名字又不是你贏哦 你收钱 跟一个月担七百块的宿舍 然后你跟他说 我为什么要搭车 我上班更方便 那是真的只有简单的道德层面吗 今天国家的财政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今天政府官员一直到他讲说 大家要努力了 要干嘛的 结果我们养了一堆官员 在背后是官员吃国家的 喝国家的 拿国家的 还要赚别人的钱 那你真的觉得 这种东西只有道德标准 这四个字 那我真的真的觉得 把道德标准这四个字 看得太低下了 所以今天这一个 这不是王努玄的名字吗 王努玄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的福祉论 会让我们拿出来 意思就是说家庆 人家讲的就是说 拜托王努玄 你不要再讲你是合法的 你不要再讲 你不知道 因为他后来讲 后来讲说 他现在才知道 这个军眷这些 眷社军社 这一些改建不住的 初衷的本意在哪里 是 至少2005年 他就知道 不是2015年 不是这样子吗 他的博士论文 帮我们很清楚的厘清了说 军这个宅 是一个特定的 这个标的 他是特意要照顾军人 弱势的人 那既然是要照顾军队弱势的人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 怎么可以当作商品化 把它放在自由市场 买进买出 然后视为无物 然后如同刚刚 任俊讲的 明明在国防部的名下 你却可以拿去出租 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告说 他是伪造文书 那今天我想地检署 今天所谓侦办的对象是 因为他是告发人 还没有针对他是被告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当然希望这个案子 可以禁述侦办 可是这个禁述侦办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不可抗力的因素 我必须要讲 王露宣还没有告诉我们真实的实情 所以如果坚数太多 他要一坚一坚去对 他要找对价的当事人 如果这要对下去太多的时候 怎么样在1月16号以前办完 困难度在这里 因为刚刚特别讲到 北景在2012年 就已经办过这个股市永哥案 是 但是也真巧 几间1919 刚刚说王露宣 多少19 对啊 那不管怎么样 北景是有这个能耐的 我认为北景绝对是有这个能耐 那这个永哥的这个炒作案 他本来就是一个防众 为了要规避所谓的这些盈利税 然后刻意的运用人头 那现在就说 他把他爸爸 他把他妈妈妹妹兄弟 通通牵扯进去了 包括他先生 这下通通要出庭去作证 因为他们是不是人头 必须要他们去法院说明 然后他交易的对象里面 包括什么周先生 尹先生 莲先生 什么 从中这些人 通通要进去被巡 你知道吗 那这个约巡的过程当中 如果还有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 那有可能这个 就会持续时间比较久 当然段一康 本来这个礼拜五 他是要出席去约巡 但是他因为就是 刚好立法院 最后一次的院会 要假动 那我觉得重点不在这里 就说 王露宣案走到今天 其实 这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叫做道德层次 那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他2005年就知道 这个不是一般的商品 可以操作的嘛 对不对 第二个叫做法律的层次 那我们就说 那你这个有登载不实啊 意图使这个公务员登载不实 或者有土利罪 或者有泄密罪 等等的问题存在 第三个 我觉得政治问题 其实是最容易解决的 你王露宣要拿到自己的清白 你自己把资料公布出来 就结束了 那你第一时间把所有事情也讲完 也就结束了 那为什么要到后来先去告段一康 然后说透过司法来还你清白呢 那你这样的操作结果就是 把道德 把法律 把政治 三个东西全部混在一起 这样的处理态度 你就让人可以看得出来说 王露宣他在作为一个副手 将来国家如果真要交到 这一组人手里面 处理危机没有能力 面对事情没有能力 那个态度是用这样散避的方式 老实讲 要不要辞职我也不care 要不要捐款我也不care 更何况最近还有网友在质疑说 选举期间可以捐款吗 可以捐给特定对象吗 不可以的 有人曾经捐香火钱 被判当选无效 你只能捐的对象叫做政府 如果你捐给政府 那就不是一个特定的工人 工法人或者是自然人 是 公开 处理人一定头痛 这段先到这里 休息一下 后段继续 好 处理人因为这个行情 不要听说 要请出三猪来替他做算 三猪就是英勘手 高岩茜 洪秀柱 还有一个中东胡林周美清 那你把王儒轩放在哪里 王儒轩 哦 不但朱立人排斥他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连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都驚走 在飞 我们看一下脏话的郑儒芬是怎么一回事 炒军宅拥地皮 深陷风波的主角是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王儒轩 怎么连同党立委参选人郑儒芬也被牵扯进来 就是这张文宣照 王儒轩跟郑儒芬一左一右 最下面还有两人联媚出席公开场合的挥手合照 国民党挥旁两行字更大啦啦写着 票投郑儒芬就是支持王儒轩 随风贴图被传到二零一六 蔡英文总统立委的群组内 传送者叫慧儒 原来她是彰化现场为民国的太太 结果群组被国民党阵营截图 开记者会反击 彰化现议长谢典黎 以国民党彰化现总统立委 竞选总部主委身份出面炮轰 另一方面她也替妈妈郑儒芬护航 直接向县长为民谷好好管管太太 为县长要多关心自己的太太 不要只有关心立委 陈淑月的选情 这样造成太太心理的不平衡 导致做出一些偏差的行为 群组的一个文宣 大家是存来存去的 所以这个都是很平常的 也可以接受公平 彰化现场夫人盲福选 一封文宣扯入议长妈妈 意外引发议会殿堂外 议长刚县长的戏码 这个当然有意思 就是说谢典宁 她妈妈叫做郑如芬 两个都国民党 学肯 谢典宁本身是张化现 国民党总统 总统跟副总统竞选总部的主委 他是力挺王儒贤跟朱立的 为什么出来骂人家 你不可以把我妈妈跟王儒贤放在一起 因为讲直接一点 王儒贤现在就是票房毒药 他难道是票房 我好像不能在这个节目上讲春药这两个字 就是 这难道他对于选情有很大的加分 我觉得实际上是没有的 因为即使他道歉了 捐款了 可是大家还是要继续质疑说 那你之前怎么说的一口好话 感觉到达道德标准非常高 那你现在你所做的事情 你有没有占人家便宜 你没有利用你所知的职务上所知道的知识 来趁机从中牟利 这中间只要有 你对于整个总统大选就是扣分的 就是表示你道德标准其实不高 然后我们甚至怀疑你 那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标准 一路走去竞选 总统万一被你当上了 你会不会用同样的模式 在为自己牟利 可是我们说的 我们平良心讲 今天这一个广告 或者说是这一幅画 不是王露璇自己去弄的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这点上面 郑如芬跟他儿子窃点 有必要这么强烈的反应吗 当然有必要啊 因为王露璇就是扣分啊 可是张华贤基本上是 没有或者很少军券的 没有啊 但也别忘了还有社会形象的问题 因为王露璇这次的失分 不是只失军券 是一般的社会形象 都觉得他很糟 因为他原来的形象 不管是他自认 或是注意的人认为 其实相对 至少都比现在好 那现在你把郑吴芬跟他绑在一起 郑吴芬算是很洁身自爱的 就是上次洪秀柱 他也没有出席哦 那那个时候 你说他只是透过声音来连线 算不算是隔开了一个比较危险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任何选举者 在现在这个年代 别忘了在台北市也发生过 你这个说他是支持王露璇的 那结果当事人也很生气 说这个广告是造假 不是我做的 那为什么 我直接讲明一点 原因就是王露璇现在社会形象太差 没有人会觉得我今天选立委的时候 我还要额外背这个包袱是加分 除非是党中央愿意给我很多支持 像我在活动出现的时候 我等一下跟他站在一起 否则我干嘛没事干 平常把自己绑在上面 是了解 但是我们看一下 到底这些绿营的人 有没有冤枉 有没有冤枉 王露璇或者郑如芬 或者郑如芬 我们看一下 这张 这个谁人 各位朋友 这个郑如芬 就是在看那个谢典 连彰化信议会 已经有他妈妈 郑如芬 他跟另外一个人 手牌手 这个人什么人 这个人就是王露璇 不是 所以说 明显 郑如芬 抗这个王露璇 手牌 王露璇 或者是王露璇 朱立伦 都不算 所以这个地方 票投郑如芬 就是支持王露璇 说实在 甘州 这样 出来吗 没有啦 我觉得候选人 自己的选择 现在南军去 你以为 确实选情 比较艰困 他们不需要 有任何变数 那刚刚 薛衡 讲了 也有一部分是事实啦 经过君子案的冲击之后 王露璇确实在有一些 区域立委在南军认为说 确实对他们会有影响 尤其现在在73个区域立委选区来讲 除了20几席国民党认为是比较稳定的 那焦州选区 五五波 民调差3%5% 你有任何一个变数 你就会波动嘛 所以对南军的一些立委来讲 不要有太多的变数嘛 那现在军杂安还在发展当中 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了 可是任何一个变数的话 都会影响到区域立委选情嘛 所以当然 你对这些选将来讲 都尽量减少变数最好了 那因为我们再来讲了 总统选举客一个席 席好总统就起来 区域立委还是要看个人经营啦 所以他们不希望有什么 新闻议题来波动他们啦 所以说明显 所以说这些立委 包括林玉芳 我们应该也看到嘛 你说这个支持王露宣 就是这个这个支持林玉芳 然后上面写什么 激进林玉芳 骂那个林昌左营 说激进挑衅之人士 后面加四个字 欺人太胜 那我请问一下 朱立伦在最近好几天的活动 跟王露宣都没有投资会啊 那朱立伦对王露宣不是同样 没有啦 这不可以这样说啦 民党一定会见放插针啦 可是在特定区域啦 他不可能 你看万华嘛 中正万华一定会贯穿嘛 贯穿嘛 郑鲁芳也很努力 还是有啦 所以一定会是 挑特定的一些选区啦 林昌 你也知道说 为什么 那很简单啦 对啊 为什么王露宣 人要去彰化 替郑鲁芬 替王慧美 他们站台 替他们 那个竞选总部成立 去祝福呢 因为第一 他是国民党的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嘛 这是第一个身份嘛 第二个身份是 他明明就是彰化和美人嘛 人不亲土亲 对不对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这个事实都是事实了 那你何必害怕 何必规避 难道 王露宣 王露宣就算 如同你们 自己国民党内说的 最少减5% 那就算减5% 对这些人来说 相对的 他通常是彰化人 应该有唤醒 彰化人这个意识的作用啊 不然为什么要请王露宣去 那你说王露宣 这样子是一个 抹黑 他要告人耶 要告那个卫民谷的太太 说他抹黑 请问是抹什么黑啊 我建议王露宣应该去告 这个人说 你怎么可以把我污名化 好啦 我感觉不用我们见风差针 我感觉我们讲到过头的啦 我刚才那个老师你说的就是说 你若不可能王露宣 就是还选举三二天 他感觉都没走行程 他的行程是很多啊 你说 光是公开的行程 就是弱势的 他的付团是很多的 走到骗骗骗骗嘛 你说他的辅选的行程是有啊 也知道你自己看行程就有 之后跟朱立伦合适的合体啦 上一周有一张嘛 朱立伦合适的行程啦 尤其王露宣 朱立伦也会走贯穿啦 你说他全部分贯穿都走不入面了 看他自己走下去反映看看啦 試一下感情就知道啦 好啦 我说实在 我们对王露宣君宰 这件事情上面 我相信大家有个公论 我们不太能接受 但是谢典林呢 诶 郑如芬 他怕谢典林 各位 他是中国国民党 中华官 总统 副总统 政策 总部的主委 他这样出来 嚇 真的是 我觉得王露宣 再不计 也不应该被他们这样子羞辱 我从这个角度来看 但是我们都在讲说 朱立伦 跟大家一样 切割王露宣 朱立伦有比较好吗 我给各位看这一张 刚才是王露宣 有切割 可能 朱立伦 你都没这个人 但是回过头来看 这个叫做 李清华 这个 同一个人 这张是进行 他们的 公告 他们进行的文宣 很大戏 拱绊 拱绊 这个是李清华 这个是朱立伦 结果 这是下架前 现在朱立伦都被换下来 朱立伦在哪里 朱立伦不见 是不是这样 所以朱立伦 你也不可以太对 王露宣 太巧合 我们说实在 是不是这样 我都已经帮 李清华想好借口了 跟朱立伦合照的 那一张海报 是第一阶段的文宣 这是第二阶段的文宣 这样你满意吗 你只能这样解释 我就是要开水 那刚刚讲到了 王露宣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你身为中国国民党的 立法委员的 这个候选人 支持力挺自己党的 总统跟副总统 候选人 有错吗 没有啊 而且这是应该 不是应该你该做的吗 也是应该你很荣耀的事情吗 那现在因为王露宣 行情 不要来 就是会有不好的影响 怕影响到你的选情 你怎么搞的 我都想不到 你怎么搞 你到了检察官跟法官那边 法官跟检察官如果问你一句话说 你觉得支持你就是支持 票头你就是支持王露宣 是一个很丢脸的事吗 还是一个负面的文宣选战呢 还是一个怎么样 那你怎么回答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还有 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只针对王露宣 我后来想一想 票头某某某某 就是支持王露宣 其实蛮客气的 要是我会下面加一句说 那就是支持草君仔 不是这个样子吗 好 那换一个人好了 那票头某某某某 就是支持谁 马英九好了 那就是支持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吗 要不然你说 票头某某某就是支持连战 就是支持中国阅兵 好 就讲到最后一个了 票头某某某就是支持朱立伦 然后后面就你支持朱立伦 就是支持什么 做到好 做到满 说得到 做不到 两岸同属一中吗 所以告诉各位了 其实明显讲到一个重点 张 民调出来 因为这样的王露宣 他长达四个月 为什么特别说张 因为张洗这个话题 整整四个礼拜 四个礼拜 昨天民调出来了 朱立伦因为王露宣的军宰事件 一言民调落6% 而国民党的区域立委的平均 平均跌幅是4% 所以你莫怪这些 所谓的胜负边缘的这些人 他会积极败坏 他会那么紧张吗 可问题是那你不能去怪民进党什么 那个见缝插针谁怎么样 始作勇者 不就是你们的副总统候选人 叫做王露宣吗 所以现在是不是要同床异梦 才能够来解释朱立伦跟王露宣 或王露宣跟他应该复权的立委 刚才说一个少见区 那林玉芳进行给各位看 这个林玉芳 他去往上头下 林玉芳值得您信赖 会去到他的对手 谁说支持林玉芳就是支持王露宣 同样啊 林玉芳的反应没有比较好啊 他怎么说 他说这是极尽挑衅之能事 欺人太胜 一样 我们知道选情很紧绷 但是 人俊 这样对王露宣说真的 也某种程度也是欺人太胜 可是说真的 选情就是这么崩 我有时候觉得国民党有点悲哀 你知道吗 王露宣到现在都还是国民党的副总统被提名人不是吗 都已经登记 都已经参选了 王露宣军宰事件发生到今天为止 国民党动员多少的人力去帮王露宣辩护 连副文传会的副主委都要在这边帮他辩护了 你今天这些人跟他切割 切割什么 我更讲更白一点 支持国民党就是支持王露宣 王露宣只有炒君宰的问题而已 我们刚刚讲他有很多的问题 你怎么被告 他又很 告我吧 我怎么副主委 我就讲 他是你国民党的总统 那个副总统的参选人 你不支持他 不支持谁呢 所以我就讲说 你今天这些立委去切割自己的这个副总统参选人 国民党应该要求这些人 你们怎么可以切割 应该把我们统统统统上去 我们不是要团结 朱立伦那时候不是讲说国民党真的团结了 因为他出来之后 所有人都团结一心了 结果你今天看到是切割来切割去 我还看到有一个立委的那个简讯 你知道吗 国民党近年虽然表现不好 但我个人表现不错 连这种简讯都出来了 你知道吗 在板桥 我直接讲 这种东西你讲出来 你叫别人怎么办呢 所以明显刚刚任俊的感觉 你应该是 应该前后一致 要跟这些 跟这些立委 或者立委的相关人家 你们不可以这样子羞辱 王儒选 该停高队 没有啊 王儒选跟朱立伦就代表国民党参选 政府总统嘛 他就确实就是国民党 中常会全大会提名通过了候选人 本来就是该支持啊 党员就是要支持 争取支持就是一个 选举本来就争取一个 选民认同的一个过程嘛 那至于有些区域立委的候选人 本来就有不同的策略啊 譬如说 民党现在没有包袱吗 譬如说蔡英文的草地案 那现在陈水扁一样也是有区域 有些选民认同 有些不认同嘛 所以采取的策略本来不一样嘛 有些蓝军的立委部分 本来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那也只能尊重嘛 因地制宜啦 所以我先补充一下 如果这样明显的这个建议非常好 呼吁全国所有的民进党的区域候选人 票头某某某就是你啊 就是支持蔡英文嘛 来这个选你刚 我觉得我要稍稍补充一下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 就是对亲疏远近 似乎没有一个合理的对待 也就是好 除了区域立委之外 纷纷跟王文权撇亲 那你不会觉得这样太不够意思吗 那你要嘛就反对他嘛 要嘛就说我国民党党中不该提一个不是国民党又带来包袱人反对他 然后更要命的是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明显的区域一整天都在上节目 晚上还要上这么晚的节目 贵党的不分区立委 你贵党的不分区立委 其实也要肩负政策辩护的责任嘛 你也要出来讲说不好意思哦 因为你投国民党就支持我 所以我要出来替国民党辩护嘛 如果我们一路把刚刚讲法推到这边 不分区立委尤其是代表国民党 因为你政党票投给国民党 就是这些人的时候 选举生涯三十几天 怎么这些人都不出来 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在节目上检验他 讲明白一点 你是不分区国民党提名你 你也接受就代表你希望大家支持国民党 因为票不投国民党你出不来 那这些人怎么没有负起责任出来辩护 我觉得不能理解 是所以本来连眷村 中心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现在连非眷村的地方 渐渐都已经沦陷 逼得他们不得不出来 我们这段先到这里 收购一下华举生 拿出蔡英文家族成员名牌 贴在土地编号上 国民党团再度开火 痛批蔡英文跟家族成员 是炒地皮的大户 所炒作的重化地不是一块 是六块将近五百坪 这样的做法符合居住生意吗 用心对待土地 土地要回报蔡英文 大笔的新台币 拥有一块土地 转手之间两年半 就有2700万元的进账 是现在年轻人 他一辈子要赚多久 用蔡英文讲过的话 反奉蔡英文朝土地 除了前一天踢爆的 颜寿段406帝号之外 包括408、410以及412 都是哥哥蔡英明 以及家族成员 海霸王总裁庄荣德名下 而颜寿段423 以及保清段621 则是在蔡英文跟哥哥蔡英正名下 他们把这个不是我名下的 我不是所有人的财产 都拿出来炒作 凭空来议测 或者是用不实的 这种事实的基础来做说法的话 我觉得自己要考虑一下 自己的法律责任 好 看样子 国民党想要用同样的手法 或者同样的子弹打回去 嘉庆有用吗 对你们来讲 国民党一直在讲说 蔡英文有什么47坪49坪的土地 然后在买卖赚多少钱 然后又说内湖重化区 170坪土地卖多少钱 其实我觉得都小而科 蔡英文的土地 没人家国民董 沁蔡用他的小手指 撇一下他的党产 我最近两天 我还看了不小心撇到工商时报 中央投资股份公司 第二次飙售不动产 动不动就好几亿啊 这个玉台开 那个玉台对不对 玉台开发实验股份有限公司 也是 新玉台啊 对啊 不动产标售 对不对 这都定在補座上头的啊 白帝黑字啊 我就在看啊 这要怎么改水 这有没有在炒作土地 还是在出脱党产 按照你的标准 这要怎么怎么改水 这当时啊 我没看过了 就长到今天了而已啊 这两天外套照出门没回去 对不对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我连帛琉 因为你的没的土地 我就都知道了 我不知道 对吧 你们在帛琉 现在的一间大饭店 本来的你的产权 最像说要处分掉 也在买买啊 不然这时候怎么回事 你往人改水一下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 国民党都辽络执掌嘛 我听说今天正义三兄妹的大哥啦 已经飞到加拿大去搜证啦 希望可以找到跟蔡主席他们家买卖的 这个你知道 这我不晓得啦 我不晓得 我也是打问号啦 因为只是听说他出国去啦 那正义三兄妹的大哥不在 必然是有重要任务在身嘛 据说出国 那出国去加拿大 我也不晓得他干什么 现在加拿大好冷喔 今天寒流来袭 对不对 十度我们就受不了了 现在加拿大是零下呢 冰天雪地 我老实讲辛苦了蔡委员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一个是王露宣的军载案 一个是他们讲的蔡英文或者家族在炒地 那么苹果今天他委托世纪做了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呢 左边这个就是王露宣为了军载风波捐一千三百八十万元 你满意吗 满意的三十六点八趴 不满意还是有到四十趴 另外右边这一个 蔡英文在内湖买卖土地 你们认为是不是炒地 认为是的二三点六趴 认为不是的是将近两倍 四四点二趴 所以明显 如果用这个来看 做参考一下 好像这样子打 并没有办法让社会大众认为 对蔡英文你就是这样 王露宣是完了 没有 这个民调两个嘛 杀得王露宣 到底这个事件有没有直选 或对他的危机处理满不满意 况来一半一半 不满意的稍微高一点点 可是接近几乎打拼 那接下来就说 到底国民党团一直包括邱毅 跟蔡震宣一打 蔡英文炒地皮这个事情 炒地皮 就说炒从话区土地这一部分 到底有没有形成一个印象 因为蔡英文过去给人家的印象 就是一个改革者嘛 推出很多一种改革 就是跟社会形象 怕在分顶嘛 所以当国民党团有质疑她的时候 蔡英文就显然要说明清楚 讲明白嘛 几个核心议题啊 一样就说 有没有人头的问题 那有没有内线交易 那你获利的问题 当然从话区 基隆河两岸的从话区 包括内府六岐 现在是松山市政五岐这一些 其实你就是把她的买卖 或契约讲清楚 说明白就好 这一些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蔡英文这几天 我觉得她危机处理 因应还是从 还是不是很好 包括叫媒体不要问 还有包括去提告 要国民党加倍奉还 我觉得蔡英文现在民调 确实遥遥领先 她当选的几率确实比较高 她未来如果当选总统 除了这一些之外 人家关心她家人蔡家跟庄家炒作土地之外 那你未来执政之后 你的土地政策是什么 那你获利部分 即使那时候土地增值税那一些 有没有不合理 我觉得说你未来执政之后 就你的土地政策 还有你的税改政策 你也提出你什么样的政策 我觉得人民关心的 更关心的是这一块 您先问请教一下 你们今天讲这土地 就不都是 有的是他根本就他家族的嘛 第二个就是 这个跟当初攻击 你就把土地卖给远雄 是同样的状况嘛 里面所指控的 能不能精确一点 然后不要一改再改 没有啦远雄一开始 当然是卖给姓黛的嘛 姓黛的再卖给远雄 内府 内府六七是这样啦 你们为什么要说是 曹英他们卖给远雄 所以说 没有啦因为信贷的 他是土地全克嘛 信贷的 所以信贷的是远雄公司的代表吗 因为你指责人家小英 把这个土地去卖给远雄 那不是远雄 现在行贿夜市文 对吧 还行贿他整个的 什么大股 国民党的大股 整个的行贿 大家行贿败了 你现在怎么会这样说嘛 更不要讲到之前 谁当到他的副董事长 副总统 国民党副总统 副总统 现在副总统 叫做副总统 这就是要把他们 问题来了 他现在就是用一种 用把他炒炒作 蔡英文啊 就是炒作土地啦 就是不当得利 太多钱啦 我跟你说 他们今天爆料了 我很坚定 我有什么坚定 你知道吗 我名下有16坪的土地 因为我住的是 那个老公寓嘛 近前我们的老公寓嘛 有16坪的土地嘛 我现在非常的担心 我偷偷藏的私房钱 跟我这16坪的土地 会不会讲一讲 哪天爆料 说跟蔡英文有关系 为什么 不是蔡英文名下的东西 你都可以拿来打工 他们家族 他们什么人在炒作土地 就一天说 你看这范英文 和他有关的 都一起炒作土地嘛 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他 说一件事很简单 今天有人说 那个买卖土地 多少多少赚了多少钱 我告诉各位啦 我现在到来是台 新北市 现在最便宜的 三峡北大特区 我自己 三年前买的房子 到现在什么事都没做 竟然 片面上涨了700万 你知道吗 我那天去我姐姐的套亭厨 因为我住的是大楼 长得还不够多哦 长得还不够多 我姐姐住的套亭厨五年 从1900万 涨超过4000万了 我问你 那我们是不是暴力 是不是暴力 这些年以来 尤其马英九 当了两任总统以来 双北市的房地产 跟土地啊 你长得一塌糊涂 长得乱七八糟 所以才要打房 所以年轻人才买不几房嘛 所以打房打不够 你一打房 我要说 我今天重申 今天如果蔡英文 去买了一副军宅 我用检释 这个王卢璇的标准 去骂他 那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你发现这些投票 大家好像不觉得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不是用所谓的 去炒作军房的 军宅的方式 来谋取这不公不义的钱 而你要去讨论说 如果用同样的标准 那很简单 全台湾所有从事 这个不动台买卖的人 全部都是暴力 这样一直弄上去 明显 到最后 人家就回过头来问 主力人力 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你不要多少稍微说不出现 你不要稍微稍微解释一下 市政省就好了 来啦 没有啦 市政省就好了 这什么会儿 本来朱立伦最好 每一年都一样 像监察院申报都有嘛 没有我 渣时做国民党发言人了 你发一个 我来发一个 我仔细地看了一下朱立伦 因为他从88年 由1999年 第一届选上立委以后呢 从政16年到最近这个选总统 这16年当中 他的现金存款加上股票 从377万 一支不断的跑到这个 1亿4300多万 我有说到我算一下 42倍而已 没有很多 42倍而已 那土地呢 从原本的11比 那这中间到今年呢 总共登记17比 也没增加多少啦 增加6比而已啦 那这过程当中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朱立伦就只有 市长 做立委 做县长 副院长 行政院副院长 行政院副院长很压 一年不到嘛 是说这么压的时间 它是如何的 可以这个现金股票 一下子成长42倍 然后土地还可以 一支买 房子一支买 这还没有 我们老实讲啦 我们是很忠心的羡慕他 希望朱市长 可以告诉我们 交交我们新北市的 所有市民好朋友 尤其是年轻人 买不到房子啦 不知道怎么致富的啦 这个东西稍微说明一下 其实老实讲啦 最后这一段 最让我们感到 哇 无比的惊讶 去年到今年呢 那不是五比 那是一比 一比一比一比 好 这个从去年到今年呢 从一亿呢 突然跑到一亿四千三百多万 然后土地呢 从十四比突然跳到十七比 不 没有关系 那你们就出来把它讲清楚嘛 这当中还有好几比 都有类似的状况嘛